我自問也吃過很多潮州的美食 但這次如果說說彪哥原創 我真的很期待 我也很期待, 不如先喝杯吧 來, 喝杯 乾杯… 來, 這個香檳杯裡裝的是熱茶 這個是彪哥的獨特創生 每一道菜都配上一杯茶 這麼特別? 我們這道菜叫灰姑娘與王子的故事 很浪漫 而我們喝的茶就是 天谷幽蘭單重茶的一種 沒錯, 灰姑娘就是我們下面的 紅紅的, 很漂亮的番薯 王子就是這塊鵝肝 鵝肝原來融入番薯裡 帶出很清香的鵝肝和番薯融合的味道 整個口腔裡面是很香的 彪哥, 你怎麼想得到用這個搭配呢 世紀菜在研究菜的過程 用最普通、最簡單的食材 對 要怎麼搭配出一個最好的味道 好的味道, 沒錯 對, 好的味道, 然後吃起來降湯 沒錯 好香 這道菜叫做龍蝦湯最花膠 配的茶都是天谷幽蘭 看到你是用龍蝦殼熬製了湯 然後把花膠和南瓜一起煮 但是我發覺有一樣東西 你煮這個花膠 不會煮得很溶、很辣, 是爽身的 其實真正好的花膠 會很辣, 不會很軟 會很軟, 對 三姐, 你說的一件事 他們會拿少許辣椒 對, 很美味, 很爽口 對, 不會很辣 剛好讓你提醒一下味道 接著這道菜叫做年年有緣 這道菜也很漂亮 為何這麼多菇 這道菜名叫做餵丸慳肉桂 是岩柴的一種 是 在潮州的菜式之中 其中有一個叫韻魚凍 Miel哥採用了這個模式 也有一點打爛魚飯的感覺 我平常在香港打爛的時候 吃的魚飯通常都是射照片 這次Miel哥厲害了 把骨子挑出來 把皮放在上面, 做出一層啫喱 剛才我問Miel哥, 原來在上面 只是用魚湯令它起膠 所以是很鮮味的 魚皮咬下去很有咬口 它不是軟的, 它是有彈性的 而且你一直咬的時候 魚的鮮味不斷出來 但裡面始終會有一點油等等 這杯茶是比較濃烈的 喝完之後, 它慢慢的甘味出來 然後好像洗了一條味蕾 讓你可以準備下一道菜 Biel哥, 這個蓋子這麼漂亮 裡面是載著什麼 蟹蟹, 有你 謝謝 對… 對… 新華就叫做蟹蟹 對… 用蟹蟹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多大口 還有那些蟹膏 吃到蟹的鮮味和甜 我反而吃了一點 好像有普齡豆醬的味道 有什麼用 你很棒 有嗎 對… 其實每道菜裡面 都是有炒山菜的羹 炒菜料 都是炒山菜的羹 在味道上 所以這裡面的鹹度就是用… 這個是普齡豆醬 在這個時候 不如我們喝一杯 餵圓節省肉桂 對… 這盤菜叫做香春炒果條 貴的茶厲害 是鐵觀音的一種 叫雙鹼炭鐵 剛才Biel哥說 麥方的朋友那邊有香蔥 所以他給了一點 果條是潮生的特色 特別這幼果條 也是這裡的白橙 我特別欣賞Biel哥 你加了一個沙爹 其實很好吃 沙爹是潮州菜裡 經常用到的調味料 對… 加進這個果條裡 簡直令它同不生輝 對 我想說這個果條 我本身會想 果條有什麼特別呢 在街上都有 要不就很鹹 要不就沒什麼味道 但我想說這個香得不得了 一邊吃的時候 你會覺得連口感都很香 有些是脆的, 有些是軟的 吃起來有不同的口感 這道菜叫做松蓉雞湯 配的是天谷幽辣 鏢哥這道湯 其實用很多雞胸肉 還有一點豬肉 再把松蓉放進去燉 燉出來 但人們煮雞湯 是整隻雞放進去 為何只選擇雞胸肉來燉 一來它沒有油 二來這樣燉的話 湯會清潔 難怪 我看到中間放了三隻蜆 Bio哥說其實是用來提升鹹味 我們經常說想找些食材的真味 今天這一頓 真的吃到很多不同的真味 正正用最簡單 最原汁原味的方式 去呈現食物最原本的味道 所以今天真的謝謝Bio哥 謝謝Bio哥 謝謝Bio哥 小豆餅、腐乳餅 是當地人最愛的烘焙美食 老店第四代祖傳 保留傳統的手藝 一搓一捏, 純熟精巧 每天要製作二十版 一版四十個, 放入焗爐 三十分鐘, 膨脹定型 就可以出爐 冬食適宜配茶 熱食更加發揮神奇魔力 綠豆餅香軟, 腐乳餅酥脆 一口美味, 一口滿足 再來一帶花生糖 老店已經傳至第九代 按傳統用人手 為花生逐粒去牙去衣 將壞的除去, 說的都是心機 超過二百年歷史的勞租 延續使命 煮砂糖的時間 下豬油的份量 花生和蔥的比例 全憑經驗, 準確拿捏 熱辣辣的花生糖 再用人手推開 拍打, 放涼 成為下午茶最佳的配搭 潮傘的功夫茶 以鳳凰丹蟲最聞名 四百多年前 已經是朝廷供品 鳳凰是指潮州鳳凰山一帶 丹蟲是被評為多年來 香味獨特優異 丹珠採摘, 丹珠製作的高級名茶 除了鳳凰山 潮州還有另一座歷史悠久的茶山 相繼良山 生長在海拔一千零三十六米的高山丹蟲 每年只是春季採摘一次 比起一年兩季 休養時間更充足 而且鄰近火山口, 礦物豐富 高山的氣候和地理環境 為一杯香濃的單重茶 提供了最優良的天然條件 我們剛才坐車上來 萬山遍野都是茶 這個茶山很漂亮 一路上升到最高, 茶就越多 茶味越來越濃, 很香… 我們現在在高山上淹一淹 那就真是高茶 好… 厲害… 這個氣候很濃, 不如我們看看茶屍 沖茶喝吧 好 潮州說, 女生就是… 如果… 如果… 不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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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剛才說是… 你小心點說 是要很小心 老師叫什麼名字? 叫Tracy Tracy Tracy 要講廣東話 糟了, 要聽到你一點 你剛才說了很多不應該說的話 我現在很尷尬 不尷尬… 來了, 快點來了